几百年来 法国一直都是欧洲乃至世界的文化中心之一 饮食文化也是它的特色 有人说 如果没有法国长棍面包 法国就不会是法国 长棍面包在法国人的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 到今天 在法国各地 每天人能看到很多人将长棍面包夹在胳膊下的情景 2021年 法国将法式长棍面包申请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 足见法国人对长棍面包的喜爱和壮视 那么 法式长棍面包有怎样的来源呢 它又有哪些趣闻呢 首先要说明的是 不是所有的长条形状的面包都可以叫做长棍面包 标准的长棍面包是有一定规格标准的 它的长度需要在65厘米左右 宽度为5-6厘米 种约250克 外皮要脆 里面要软 而富有弹性 并且 法棍面包在制作时只能使用四种原料 水 面粉 盐和酵母 而且必须在出售法棍面包的现场制作 关于法棍面包的起源有多种说法 最主要的有三种 起源一 19世纪 巴黎进行地铁的基础建设 因为当时修建地铁的工人来自不同族群 因此经常会出现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的情况 甚至每天都会爆发争斗 尤其在午餐时间 工人们都各自携带一把小刀用来切大面包 因而在战斗时就会出现用刀的情况 这样就更危险了 为了避免类似事情的发生 地铁建设的负责人员要求面包师制作一种更长更薄的面包 可以用手直接摆开 这样就不必用到刀了 也就减少了受伤的情况 起源二 1920年的10月 一项法律规定 面包师不能在早上四点之前工作 这就使得当时人们在早餐时食用的原型面包难以制作完成 因而人们不得不想出另外一种办法 制作不需要像传统面包那么多时间来发酵的面包 因此就创造了细长的长棍面包 因为它的准备时间更短 烘焙速度更快 起源三 还有一种流行的说法 与著名的法国将军拿破仑有关 在以前 法国人吃的面包是原型的 到了拿破仑仪式的时候 他下令将面包制作成细条状 这样方便士兵装在一个特殊的口袋里 便于携带 因此就出现了长棍形状的面包 谁吃掉最多的长棍面包 你能想象吗 在法国 每秒钟生产320条法棍面包 而每天有多达3000万条法棍面包被吃掉 但法国还不是吃法棍面包最多的国家 在阿尔吉利亚 每天竟然会吃掉4900万根法棍面包 此外 摩洛哥人和突尼斯人 每天也会吃法国面包 但近年来 随着人们饮食习惯的变化 法国面包的销量也有所下降 在1970年代的时候 曾经有55000家手工面包店 即每790名居民就有一家面包店 现在这个数字在不断减少 据Snacking.fr在2021年的报告称 82%的反国人表示 他们每天都吃面包 而五年前的受访者中 这一比例为88% 年纪大的人往往比年轻一代 更喜欢吃面包 法国美食在之前已经被列入了 非物质文化遗产 为了保护法国面包 这种法国人特有的 每天都享用的食物 能够不断的延续和传承下去 法国政府月2021年 在众多候选名单中挑选了法棍面包 作为法国的代表 申请加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法棍面包在法国人的心目中 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和国家的象征 期盼它在未来能够拥有新的绘画 谢谢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